主料,猪手荔枝,莲藕一段,枸杞十粒,荔枝片三片,辅量,盐,黄酒,葱,香,准备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猪手清粒干净,猪手剁成小段儿,入凉水盒中竹砍,去除血沫,然后捞出用凉水冲净,粒干,莲藕去皮,切成块,用凉水冲净粒干, 砂锅中放水,倒入杯水后的猪手,倒入枸杞,灵芝片,放入姜,葱,黄酒,大火烧开,转小火炖一小时,将莲藕放入煮熟的猪手汤中,再调入适量盐,炖食五分钟左右即可,烹煸技巧,四番话,有时间的话,当然用砂包小火慢慢包住为一了,最好不用高压锅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